一个大佬被劫持 坐在车中被枪指着脑袋 大佬不拟不慢 把枪往前一吹 然后啪啪两枪 一瞬间挤决了所有敌人 这是大佬 是日本招牌导演 北野舞的经典之作 之前孤陋寡温对此人并不舒适 看了他几部电影之后 才知道这人不是一般的有才 电影开始 一个黑帮小弟接了电话 说帮回了老大要出去散散心 可现在帮派正处于火瓶状态 出去必定危险重重 山本是帮下的老二 老大外出 他亲自带着护送 只要遇到一个可疑的人 就直接拿枪指着 老大一脸色眉眉的想要娱乐 手下一个个紧张的要死 每一个新面孔都要盘问一番 一个服务员在衣柜里准备刺杀 山本早有察觉 想先过来干掉杀手 他回来告诉手下 送老大回去 老头子败幸而去 警察随后赶到 山本很随意的把枪交给手下 找个地方扔了 他们以为今天的危险已经渡过 谁知老大色心不死 大晚上跑到情妇那里 结果被敌对帮派当场枪杀 老大死了 各个帮派都前来悼念 场外的小弟们 每看到一个大哥都高声理问 活像一个菜市场 颇为有趣 警察局长过来 从中说和 要山本他们加入九松组 山本大骂 妈的 我们孩子守灵啊 事后 袁天第一个当了叛徒 他断指为理 加入了九松的帮派 说自己也是为了老婆孩子 还有手下的弟兄 山本失望至极 自己老大被对方杀了 现在还要臣服一队吧 你也算是混黑道的 袁天跪在地上 骂不还口 最后他还是加入到了九松组 这里的加入仪式颇为隆重 里面有一个简单的规则 认了老大 就要为命是从 袁天喝了仪式中的圣水 然后他接到的第一个任务 就是去刺杀自己的结拜兄弟 山本 山本听到消息 直接拿枪出来 然后交给对方 来 杀了我吧 袁天其实也是为了生计 他不会杀了自己的结拜兄弟 他想让山本出国 避一避风头 袁天走后 山本笑着跟自己的手下说 哼 我在这儿已经死了 晚上袁天几人找了个酒鬼 解决了一下 寒手 焚尸 鬼容 然后把山本的驾照 丢到旁边就行了 山本拿了新的护照 准备置身前往美国 我原以为后面的剧情 是虎萝平洋 没想到是猛龙过江 大佬到哪里都是大佬 山本到了美国 站在街头 脸部止不住的抖动 我原以为这是故意设计的 查找才知道 这是北野武导演 因为事故导致的一半面谈 偶尔组的面容 让山本看上去更加冷酷情 山本搭载一辆出租车 前往寻找自己的 同母异父的弟弟 当当美国 山本出手阔绰 车费给一百美金 服务小费 随手也是一百美金 他一直有资助自己的弟弟 来美国上学 结果打听才知道 弟弟也在这里不务正业 跟着几个美国人一起翻读 山本沿路去寻找 结果半路遇到一个黑枕 这或是专门碰瓷的 拿着一瓶红酒 专门讹诈新来的观光客 碰到这种混混 山本从不手软 拿着酒瓶直扎过去 双手弯曲 用力击 那混混便直直地蹲了下去 他在一个仓库外等了许久 三个人出现在面前 如今的版本 叫了一句 Aniki 然后惭愧地低下了头 山本坐在桌前 头都没抬一下 所以呢 三眼的镜头 也都只有下半身 晚上回到酒店 山本脱去遗物 身后是一整面的 身的纹身 接下来这一幕 颇为搞笑 他们另一个伙伴回来 眼上戴伤 大家都很关心他眼怎么了 丹尼回应到 被一个日本人伤了 然后版本介绍自己的大哥 丹尼看着眼前的山本 竟然有点认不出来了 这也难怪 他们看东方人 都是一个面孔 山本也一文正经的回应 昨天没见过他 其他人走后 丹尼看着山本越看越像 但又没说什么 然后 这事儿算是过去了 日本电影剧情都很慢 但是慢中出情调 看着也极有意思 晚上 山本独自在那玩头子 丹尼跑过来 非要赌一把 猜中点出的就赢钱 然后山本赢了一次又一次 让丹尼刮目相看 等山本拿钱走后 丹尼才发现 山本在纸背的另一侧 烧了一个洞 这总是一点严肃的山本 竟然搞这种小动作 真是让人提跳皆非 接着电影的高潮就开始了 山本出来 遇到门外的弟弟版本 他们正在跟墨西哥人买毒品 对方恶意涨价 还给了版本一拳 山本静静地走过来 只一拳 那墨西哥人就直接废了 回来后 山本教训了弟弟 所有人都没敢说什么 他要走了 得罪的人总该出去躲躲 结果出门 就遇到了刚才的墨西哥人的小弟 他们把山本劫持上车 然后山本几个动作 就解决掉三人 手法干净利落 再接着 山本带着这几个小弟弟 直接来到毒贩的老巢 二话不说 直接全部射杀 看着最后吓尿的毒贩老大 山本笑着把枪递给丹尼 你来开这一枪 我给你十美金 丹尼也吓尿了 山本转头就吹枪 事后他们就躲了起来 因为毒贩背后有更大的黑帮集团 四人胆战心惊 只有山本一脸笑意 这时忽然有人敲门 山本踢枪过去 开门 打晕 结果一回头 地上的竟然是自己的小弟家藤 他也受不了帮派现在的境遇 最后来找自己老大来了 一段时间后 墨西哥帮派的高层主动联系他们 山本都在谈犯桌前 态度强硬 墨西哥人听山本不好惹 就说把地盘都交给他们 可山本还是把他们杀了 因为他虽然听不懂英语 但是他明白Fuck Japanese是什么意思 就这样 两个日本人产出了整个黑帮高层 这里剧情虽然有点夸张 但是却真实地反映出 和这些墨西哥黑帮相比 日本黑帮的人员都属于实力派 废话不多 不服就敢 接着他们就发达了 山本也找了一个中业的女人 假装开玩笑说 这个女人看不出是丑还是美 不过她一定很有格调 山本听了 伸手就要拔枪 加藤赶紧改口 帮派势力趋于稳定 钱越赚越多 加藤闲来无聊 几个人一起来打室内篮球 结果在篮球场上 他们眼中只有球技 没有大哥小弟 打了半天 没有一个人给加藤传球 加藤也不生气 拳打脚踢的去抢球 看着相当搞笑 晚上加藤让手下叫他打球 加藤进了个球 说自己是麦克尔乔丹 手下听了布拉伊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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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可能是乔丹 你可以是其他明星 但是就是不可能是麦克尔乔丹 山本则喜欢带女人 去一个破败的地方去静坐 他说这能让他想起 小时候生活的地方 山本还是喜欢 和丹尼没事赌一把 只不过他每次都会说了小把戏 再接着就有事情发生了 晚上山本和丹尼一起外出 半路丹尼接了个电话 结果山本就被人给绑架了 山本要丹尼开枪 可丹尼一枪过去 先把山本给打倒了 活了个去 这神一般的枪法 不过还好 山本没有大碍 只是需要休养一段时间 加藤气不过 一拳打在丹尽的脸上 再接着 后面的故事 就有些崎岖了 也更凸显出 日本黑社会的心狠手辣 有手下偷拿了帮派的财物 加藤下令 割掉他一根手指 其他人没一个敢下手的 加藤过去一秒完事 帮派要发展 就要不断扩充势力 加藤听说 一个叫白赖的日本人 颇具实力 就带着一帮人 前来谈合并 山本没有出面 白赖很强硬 根本不在乎加藤的恐吓 要打就打 要决斗随时奉陪 合作碰壁 所有人都做事回去 只有加藤一个人又拐了回来 这次他态度有所缓和 他一心只为山本 想要山本的势力扩大 他告诉白赖 你过去了 就和山本一样 都是大哥 我愿意为大哥 付出自己的生命 白赖不信 丢给加藤一把枪 加藤拿起枪 直顶着自己的头部 全仰着你了 大哥 然后开枪自己 他的老大可以有如此忠诚的手下 加藤死了 帮派那眼一片寂静 山本虽然坐着不动 但是也能让人感受到他的怒火 这时白赖忽然进来 镜子给加藤进行悼念 然后过来说 他愿意加入 伸出手 山本并没有歇 和加藤经常打球的黑哥 忍着泪水 想要射杀仇人 不过后来 他们还是合并了 这也算是加藤的遗愿 白赖做事更加心神手大 不计后果 他带着手下 到处杀人抢地盘 山本并不喜欢这个人 看了白赖嚣张的样子 第一次对他大发雷霆 他知道持续这样下去 早晚会引火烧针 日本这边 原田虽然加入了九松组 但日子并不好过 经常有人故意刁难他 怀疑原田一肚子坏水 然后在九松组的老大面前 原田直接切腹 以表清白 这场面 岂是一个很自了得 九松组老大则外手下 搅乱了庆典大会 男人指的跪在中央 切掉自己的手指 以此谢罪 故事又回到美国这边 黑手党看到他们的地盘 强行要求他们 分出一半的骨分出来 不给就开战 这时山本接了一个电话 黑手党绑架了他的女人 要求他一个人出来接人 山本置身前来应战 看到两个敌人 二话不说直接射杀 乱枪之下 他的女人也不幸身亡 再接着是白赖这边 他们正在商量着 如何应对黑手党 忽然手下大叫一声 然后寻声望去 原来是白赖的手下 发现了一名杀手 杀手被抓获 可依然守口入瓶 白赖把筷子插入对方的鼻孔 然后 再接着 敌对帮派偷袭了山本的办公室 在家看门的小弟 被人用狙击连续射杀 白赖回来看到办公室的尸体 下令决心和对方开战 之后的某一天 一名杀手握力到黑手党的内部 然后在洗手间 一刀解决掉对方一个高层 双方正式开战 白赖给大家一瓶药丸 如果被抓住了 就直接吞掉 免得被对方折磨到死 众人看到那瓶小药丸 心中多少有些害怕 山本则一脸笑意地告诉手下 别害怕 我们都会被杀光的 白赖安排完任务 刚出门就看到一具尸体 黑手党已经杀到家门口了 白赖让手下去清理现场 然后一个人去开车回家 结果汽车发生了爆炸 白赖就这么直接死了 山本知道发生了什么 他坐在那里依然不说话 白赖的手下带头要为大哥报仇 晚上他们便乘着汽车 直接冲进敌方的老巢 一名成员死在车内 其他人都冲了进去 这里没有任何战斗场面 连续的香火光线 打在死人的脸上 不用看现场 就知道战斗有多么惨烈 再接着黑手党全体出动 看到山本组的人就说啥 这里导演把灯光和生效用到极致 闪烁的镜头下 定格出各式各样的死亡方面 山本组基本被铲除干净 最后还是只剩他们最初的五个人 山本带了一些衣物 然后五人组全部撤离 不过黑手党并没有就此放过他们 但一回到家 发现自己的家人都被杀害了 板本太过害怕 自己一个人跑了 他回到办公室 看到地上用尸体摆出了一个死字 最后只剩下丹尼和山本 丹尼的母亲被杀 他和山本商量要回去报仇 连开车赶往黑手党老大的住宅外 敌方所有人都去清理山本组了 家中竟然只有一个守卫 他们演戏骗来了守卫 几刀将其击杀 他们进入敌方地盘 发现屋内只有黑手党老大一个人 这要怎么处置他 镜头一闪 一辆车从城内出来 开往远方 而那个黑老大就在车内 第二天 山本和丹尼又玩起了赌局游戏 他们把黑老大绑在棍子上 前面绑着一把手枪 五根线让黑老大选 如果都能选对 就放他走 我去 这都什么时候了 这连人还这么有关心 前两次没想 最后一次枪想 黑老大吓坏了 山本和丹尼开心了将个孩子 这俩人还真是完心不死 接着他们继续开车前行 半路上山本突然拿枪指着丹尼 把他赶到前方 然后空放了几枪 然后让丹尼带着一包衣服快跑 在这最后时刻 山本承认丹尼的眼睛是他弄伤的 这事儿 丹尼其实早就知道 两人相识一笑 然后山本把黑老大给放了 一个人开车到一家加油站 山本在里面等着黑手党的人出现 他打电话给弟弟 而板本已经接不了电话了 片刻之后 屋外来了一群杀手 山本临走前 还给了店长一份修补费 然后静字开门离去 一连串的机枪射击 山本最终死在路由大散 最后的山本组 就只剩下丹尼了 片尾这一段戏 可以说是整部电影的精华 可是热祸满嘴脏话 从头fuck到尾 真的没法放原片 他以为山本只给他一包衣服 怒气冲冲的骂了一圈 然后忽然发现 袋子里装的全是钞票 那是山本专门留给他的 丹尼从怒到喜 从喜到悲 直到丹尼情绪恢复 电影才算结束 怎么样 是不是感觉这部黑帮片 极具观察性 镜头虽然慢 但是剧情流畅 一个镜头就让人寒毛直立 什么是大了 这才是大了 有原则 有实力 有玩具 还有格料 电影一开始就交代了 山本所在的日本帮派的结果 其实也是暗指了 山本最后在美国帮派的结局 小帮派最终是要被大帮派给吞并的 不管以什么样的方式 山本也一直都知道自己的结局 所以他支持加藤去找白赖 最后也接触了白赖加入帮派 电影中所有人的形象都很立体 其中我最喜欢加藤这个角色 认准老大 一路到底 他举相自禁的那一刻 让所有对日本帮派成员的看法 有了改观 原来真的有 真心为老大去死的小弟 白赖加入山本组 也不全是因为被加藤感动 而是因为白赖的死 会激发山本组的所有怒气 如果不加入 白赖肯定活不了 另外电影中还有一个细节 山本在美国有钱有势 肯定很多人会有疑问 他为何会找来如此仰望的女人 还记得刚开始的时候 山本经常给100美金的小费吗 其中有一段在说 山本给了一个女仆100美金的小费 女仆却只收了5美金 把剩下的都退了回来 你对我好 我就会还10倍 山本是个有恩必报的人 他最后跪开工匠 赶走丹尼 就是为了让黑老大 误以为丹尼已经被他杀了 一次保住丹尼的小命 山本又给他一大笔钱 说是还之前赌局中老先的利息 实际上还是报答了丹尼那次的救命折恩 虽然丹尼把山本也给打伤了 这样一看 山本这个大佬 除了外表冷酷 下手很毒 还多了些许温情的一面 电影很不错 我看了三遍都不逆 极力推荐给你们 特别是最后丹尼时刻 很值得一看 之后想要再开一个 北野武的电影系列 有多少人想看的 可以点赞支持一下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关注无聊电影 聊个能好看的电影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